大家好 我现在在达拉斯的第三个 今天来的第三个华人的城市的超市 这个地方叫Karotin 它是在达拉斯的西北边 比较靠西边 离这个超市 离达拉斯国际机场最近 我现在刚买了 在超市里买了一罐两罐弹珠汽水 这个超市给大家看一下 这边人好多 比我去的另外两个城市的大话超市人比较多 刚刚之前人很多 现在已经变少了一点 在他超市里面 接下来呢 我带大家去去看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别的商家 看完以后 我们再去一下看一下周边的房地产 这个汽水的味道 味道还不错 还是一样 这边也有一个标配 这个85C 现在人已经少了很多了 刚刚人特别多 现在可能到下午 现在下午差不多4点多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停车场的车还是满的 这也是一个达拉斯的华人超市的标配 呆索 就是比较高级的一元店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些别的什么商家 这边有一个吃这个海鲜的螃蟹的 这边外国人还是挺多的 这是吃韩国烤肉的烤肉店 在外面走一下看 让大家可以看一下招牌 这是刚刚经过的那个螃蟹店 这边是烤肉店 这个是卖书的 卖漫画的吧 好像可能卖文具的 这是另外一个 茶和咖啡店 饮料店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还是非常旺的 这是一个日本拉面店 这边老外挺多的 像在洛杉矶的那些中国超市 或者中国的商店老外比较少 这是一个卖 日本鸡的店 Teriyaki 这个是卖冰淇淋的店 这个也算是达拉斯的华人超市的标配了 韩国的这个烤肉 刚刚我刚刚我这边碰到一个那个 伊朗人 他在这边做那个 开那个类似那个滴滴 滴滴车 他是他说这边也有好多韩国人 这边有个鸡饭鸡饭店 这个刚刚在那边也也见到过 鸡饭店 这是一个泰国餐 这是一个日本餐 这是一个越南餐 基本上什么餐都有啊 这个还没开幕 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Coming soon 马上就要开业了 对面这个是豆腐宝店 这个也是加州 加州非常出名的联手店 专门吃韩国豆腐宝 这边有一个 快餐店 这里有一个补习班 有一个卖电话的 有一个卖甜点的 这是个补习班 对面 对面就是这个豆腐宝 韩国豆腐宝 这个是 豆腐宝店 韩国豆腐宝 这里还有一个银行 这个广场还是非常旺的 车基本上全部停满了 这边有一个脚底按摩店 然后这也一个 韩风 卖衣服的 时尚的 还有化妆品店 这边也是一个 韩风的时尚和化妆品店 这边有个剪头发的 这边好像韩国的和中国的东西都挺多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广场的 这个整体的 一览图 还是挺大的 这个广场 比之前我们去的那两广场好像 都更加还活一些 这边离达拉斯市中心更近一些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这边有一个韩国的餐馆 不知道是什么菜 然后这对面就是大华超市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超市的全景 这个是我租的一个车 这次来这边长三四天吧 租车加酒店 加上机票来回机票 差不多一千块左右 租了一个丰田 凯美瑞 OK 我们现在就再去看一下这个旁边 这个 这个 Carleton 这个大华超市周边的房地产 看看这边的房地产情况怎么样 OK 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华超市后面 其实走路就可以走到 就是它的反 整个超市的后面 隔壁的一个小社区 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社区 我刚刚看到它这边有个房子是三千五百尺左右 室内面积 然后卖五十九万 差不多是一百七十块钱一尺 我们现在开市过去看一下 好吧 顺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街街道的环境 OK 它这边绿化很好啊 其实这边现在夏天 我感觉虽然有点热 但是还不错 没有说太热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街道的环境 还是非常漂亮的 路挺宽敞 然后呢 树很多 美国就是典型的这些平房 OK 我现在要右转 左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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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还是挺友善的 还不认识还打招呼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房子 很典型的美国房子 这边房子算是中高端了 它房子都挺大了 在美国一般 三千多尺的房子 已经算是比较贵的房子 比较中高端的房子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些房子情况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在寿的房子 给大家看一下前面这个树 再看一下这边的房子情况 环境还是不错了 而且这个也非常方便 走路就可以去大花超市了 我们转进来这条小街 我来掉个头把车停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 现在我来到这个在寿的房子 这个环境 它在一条 屎胡同里面 这里面就五套房子吧 这边左边的一套 这个没卖 这个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环境 两套 都是比较大的房子 别墅啊 三套 这个就是在寿的 这个房子是 五十九万九 三千五百尺 占地五千二百尺 每尺一百七十一块钱 然后学区还不错 我看一下 小学是九分 房子 不知道里面屋框怎么样 我就主要在网上看一下 基本上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知道这个价格 但这个邻居这个房子好像保养的不是特别好 这边房子都是比较大的 都是这个 差不多三千尺左右的 看一下就知道比较大 这个街道还是挺不错的 挺安静的 这个一般如果你要算尺的话 一般是好像 一比零点九吧 所以差不多如果 试炼面积三千多尺的话 那就差不多可能三百多平 试炼面积 占地是 五千多尺 那就是五千二百尺 那就是五百多平占地 OK 那大家差不多有一个印象了 关于这个 Karlton 这是 我今天来到达拉斯的 第三个 大华城市 大华就是超市的城市 华人比较多的城市 接下来我再走到前面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街道 然后呢 我刚刚在附近也看到 相对比较便宜一点的 这个 这个房子有二十多万 我等一下 开始过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房子面积就没那么大 比较小一些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街景 总的来说环境还是不错的 还是挺漂亮 但是房价不便宜 我这次来 感觉就是觉得 达拉斯好像比我想象中的要贵 而且比休斯顿也要贵 但是这边好像 华人比较多 生活环境还不错 挺生活挺便利 这个街道还不错 而且就在大华超市后面 这个达拉斯都很很爱这个州啊 你看他们这个 街道 街道的也是画的是用达拉斯的国旗画的 街道的这个号码 很宽敞很漂亮 树很多 绿化做得非常好 现在是7月中7月份 还是有点热 但是还好 没有想象 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热 这个房子也挺漂亮 OK 那 这边我们就基本上看完了 那我们现在去另一边 我刚看了有几个房子是20多万的 相对小一些 面积差不多是我们刚刚看的房子一半 一千多尺 我们去看一下那边的环境长什么样 房子长什么样 OK 我们现在看这套房子 也是在这个刚刚大华超市附近 开车应该就一两分钟吧 走路可能也走得到 这个房子是1392尺 接近1400尺 然后是28万5 占地挺大 占地9200尺 平均每尺204块钱 学区还不错 他这个小学是7分 中学6分 高中5分 一般吧 这个学习没刚刚那个好 刚刚那个小学9分 这个是房子外观 这边是 哦 他还有一个游泳池 后面还有游泳池 这边是经纪人的牌子 看下这个周边的街道的情况 也是挺漂亮的一个街道啊 这边唯一就是房子相对小一点 但他这个房子的缺点 可能就是离这个后院 离这个大路比较近 但街道还不错 这个房子 你看 小小的 但也挺漂亮 能够站着两只狮子 都是一层楼 基本上啊 这街道也是一样 绿树成荫 现在是有点热 但是也还好 不算太热 基本上都是 各种各样的设计 但是都是一层楼 这边的房子就相对比 刚刚我去的那个街 房子相对小一些 都是一层楼的房子 美国人还是非常爱国的 你看家里 门口还放着国旗 挂着国旗 现在基本上 这个外国的车 基本上也占领美国 占领美国市场了 基本上也有挺多 你看这辆车是 现代的 韩国的 这辆车是泥山的 日本的 他贴着一个海军陆战队 退伍军人的牌子 是他的房子 挂着个国旗 这个是海军珠战队的退伍军人 街道还是挺漂亮的 这里还有一个在卖 这个已经售出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房子情况 这套房子呢 是 已经售出了 已经在交易中了 已经有人要买了 它是25万块钱 具体最后存交价多少钱 我现在还不知道 反正现在它售价是25万 然后是1668尺 三方两欲 然后每尺算下来才150块钱 这个房子上市30天 就卖掉了 78年的房子 占地7797 每尺150块钱 我看他这边上一个屋主 他买的价格可能差不多在20万左右吧 可能18万或者20万左右 因为上市他16年 这个上一届屋主拿出来卖的时候 是放的价格是18万 然后他买掉 但是买了没显示价格 现在又拿出来卖 25万块钱拿出来卖 这个房子还是挺不错的 价格总价也比较低 然后 地点也不错 学区的话 和刚才那个差不多了 我看学区 学区小学7分 中学6分 高中5分 马马虎虎吧 这边街道 大家再给大家看一下 OK 今天的这个达拉斯之旅 可能也要告一个段落了 我等一下就去机场了 坐晚上11点半的飞机 回洛杉矶 这个周末 在这边收获还挺多的 去了一个三天的这个房地产培训 主要讲的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合资 买这种大鞋的这个 多单位公寓 一般是可能50个单位以上吧 有的有的朋友 我看那个那个培训里面 有人买500个单位 1000个单位 价值从一两百万到几千万 就是大家一起合资 买这种多单位的这个收住房 那我们今天看的呢 主要就是住宅 独立住宅 这种独立住宅呢 就是像我今天看的这些独立住宅 离这个华人超市也比较近 就是自己买来居住 还是可以 但是投资的话 不知道它这个回报率怎么样 因为你要跟着市场走嘛 那这种多多位公寓投资呢 就是 它的这个利润是非常大的 一般是 可以赚这个赚百分之百 就比如说 像我看到有的 他们有的 有的这个这个同学 有一个同学 他花了四百万 三百万四百万 就是两百多万 他两百多万是一年前买的 十三个月前买的 现在他买的那个好像是 多少个单位 好像是一百个单位 我记不清楚了 再 然后呢 他现在有人要 要六百多万跟他买 反正是反正 具体多少钱我记不清楚 反正他是一年半 十三个月 赚了 基本上赚一倍的钱 所以如果要投资的话 可能这种 商业地产的话 可能还是利润会更多一些 像这种住宅的话呢 就是也不错 但是要跟着市场走 市场价格涨了 它才会涨 但这个地方 我今天看了 给大家 大家看了这几个地方呢 应该是 相对还是比较适合居住的